4月23号,一只野生东北虎闯进黑龙江省蜜山市林虎村 进村后,老虎扑伤了一位在田间劳作的女子 并拍碎了一辆小汽车的车窗 相关部门文讯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于当日21时左右将老虎控制 并于24日送往牡丹江市横道盒子东北虎林园继续观察 老虎从哪来,现在怎么样 26号,在黑龙江省林草局组织的集中采访活动中 有关专家做了详细介绍 采访中记者获悉,此虎被命名为 丸达山一号,雄姓年龄近三岁 24号13时,丸达山一号主动离开运输笼进入虎舍 隔离区有24小时全程监控该虎的活动状态 由专人负责四位,请专门动物检验检疫部门 对该虎进行为期45天的隔离检疫观察 并做好每天的饮食、排便、吼叫等行为的记录和观测 现该虎已进入正常活动状态 目前该虎现在已经基本上恢复正常状态 25日晚,也就是昨天晚上10点半左右开始进食 取食量约3公斤 饮水量2500发生 今早26日早有排便 对于丸达山一号的籍贯问题 国家林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主任 东北林业大学教授张明海说 根据此前俄罗斯边境监测画面推断 该虎近日活动于中俄边境地带 但目前还不能断定来自俄罗斯境内 准确的溯源需要中俄双方共同进一步核实 并表示这只虎来源哪个国家并不是核心问题 核心的问题是中俄如何建立起有效的跨境保护机制 共同保护好东北湖这一宾威珍惜物种 其实老虎来源哪个国家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怎样通过这些事件以后 建立或者完善中俄的东北湖保护的机制 然后是两个国家共同协作 据专家介绍 该虎得名完达山一号源自它出现的地理区位 为完达山西南丘陵地带 历史上曾是东北湖的分布区 近几年该区域附近也曾出现过东北湖踪迹 从东北湖跨境生态廊道建设角度看 在密山市发现东北湖出没具有较大意义 张明海分析称 在中俄跨境东北湖生态廊道规划中 有一条最为重要和急需实现的生态廊道 完达山东部至完达山西部 至老叶岭北部至老叶岭南部 这条生态廊道如果能够修复 则可把俄罗斯西霍特阿里东北湖大种群 与暴地公园小种群 夹到中国连接起来 从而实现种群遗传基因交流渠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